朋友们大家好,记得上次呢,给大家讲到了海的女儿的第一部分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海的女儿的第二部分 这个,这个海的女儿呢,她就在海边躺下了,对不对 她在海边晕倒了,晕倒了,没有意识了 她在海边晕倒了,结果呢,一醒过来,发现她的王子在旁边 发现王子就在她的身边 那么这个小女生眼睛一睁开呢,她就看到了这个王子 王子呢,就把这个女孩子带回了宫,带回了她的皇宫里面 然后呢,这个小公主啊,就是这个海的女儿 我们简称她公主 这个小公主呢,她就非常的会跳舞 她跳起舞来非常非常的好看,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王子就非常的喜欢她 就非常的喜欢看她跳舞 可是啊,一天天过去了,王子从来不说自己喜欢公主 不说自己爱公主 这个王子只把这个美丽的人鱼当做一个自己的妹妹 而不是当做自己的女朋友 他,王子不爱她 这个小公主就非常的伤心呀 然后呢,有一天王子就过来跟小公主说 我马上要和上次把我从海边救起来的那个女生结婚了 我马上要和她结婚了 然后呢,小公主因为她说不了话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她在出海之前 她跟巫婆做了一个约定 她跟巫婆说好 她跟巫婆说好 如果你,巫婆说 如果你想要人的双脚 你就必须用你的声音跟我交换 所以呢,现在这个公主她说不了话了 然后呢,在听到王子要娶那个女生做老婆的时候 这个公主非常的伤心 她的眼泪,她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对不对 她的眼泪都掉下来 然后她就跑了出去 不久之后呢,王子就在船上举行了她的婚礼 船上的灯光彩起五,五彩缤纷,五颜六色 但是呢,公主的心情却和这个船上的气氛恰恰相反 公主非常的伤心 但是呢,她还是忍住眼泪 给王子和那个女生的婚礼 跳了非常多支舞蹈 她一只接一只的跳舞 跳了非常多的舞蹈 一跳完,她就走开了 这个时候呢,她跑到了甲板上面 看到了她的五个姐姐 看到了她的五个姐姐在这里 她的五个姐姐对她说 快回来吧,我们的妹妹 快回来吧,公主 我们非常想念你 然后呢,就给了一把刀给这个公主 她给了一把刀给这个公主 说,我们跟巫婆 我们跟巫婆做了一个交换 我们把我们的长头发 美丽的长头发剪了给她了 换来了这一把刀 换来了这一把刀 巫婆说 只要你把这把刀 刺向国王的心 刺向这个王子的心脏 刺向他的心脏 那么让他的心脏 流出的血 滴到你的双脚上 你就可以回到海里面 和我们一起生活了 公主接过这把刀 来到了王子的心脏 这个时候 王子和他的新娘 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睡觉 这个时候呢 王子和他的新娘在睡觉 公主来到他们的心房 把门一推开 看到了王子 那英俊的脸 帅气的脸 他又舍不得下手了 因为他非常的爱这个王子 他不忍心用刀刺向 不忍心用刀刺向这个王子的心脏 于是呢 他把刀扔下 哭着跑出去了 然后呢 他站在甲板上 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 可是呢 这个时候 他的眼前突然一片亮光炸开来 突然一片亮光炸开来 原来 这个时候呢 天使下来了 天使来到了他的面前 对他说 孩子 你太善良了 我是来救你的 原来呀 公主的善良 公主的善良吸引来了天使 天使也被他的善良所感动 不忍心让他就这样去世 不忍心让他就这样死掉 想要来帮助他 于是呢 这个公主就上到了天堂 天堂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 对吧 所以说呢 海德女儿的结局就是这个啦 这个故事到此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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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